新能源汽车已经提前进入到了竞争周期 原本可以到2025年之后出现的局面被提前到了2022年 对于行业来说 未来将会是更加的惨烈的竞争 在没有大幅领先对手的情况下 谁都有可能突然落后 对于用户来说 可以更快的享受到更长的续航里程以及科技技术 那么目前全球新能源形势如何 哪些车企具备相应的竞争力呢 从2019年年底开始 特斯拉率先打开新能源的局面 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黑马 一年10倍的涨幅是资本的投票的结果 也是资本对于未来方向的选择 当时作为造车新势力的老大 未来汽车徘徊在退市的边缘 情况也不如乐观 但是熬到了特斯拉崛起 未来也以一年多60倍的涨幅 快速的跑赢了全球大部分的车企 这是全球新能源车企的第一阶段 套模阶段 当然以往美股对创新型企业的态度就是先涨 然后再用时间来消化企业估值的泡沫 这点呢在特斯拉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特斯拉今年的交付数据创下了历史新高 但是其股价下跌了55.9%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 企业营收水平水涨床高呢 有利于股价在二级市场的一个表现 但是事实呢却并非如此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首先呢随着新能源渗透率的提升 原本的增量市场的竞争会转变为增量放缓 导致车企客户交叉的竞争 对于新能源车企而言呢 这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其次呢新能源车企业呢 尽管股价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但是估值呢仍然要比传统车企要高很多 当下的下跌呢只是泡沫的初清 最后呢交付数据的问题啊 目前只有特斯拉以及比亚迪的交付量 保持在第一梯队 月均交付量呢超过了10万辆 而魏小李以及哪吒等造出新势力的 月均交付依旧在1万辆左右徘徊 所以呢未来哪家能够在交付数据上有所突破 哪家就能够再上一个台阶 从当下的形势判断 新能源车依旧是一个用量换价的市场 反映在各个车企身上就是毛绿绿问题 如今特斯拉与比亚迪呢已经靠量取胜了 而造车新生力们目前呢依旧是迷茫的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今年三期度魏小李呢 均陷入了增收不增利的外圈 毛利率方面小鹏为13.5% 蔚来为13.3% 理想则为12.7% 对比特斯拉超过20%的毛利率 造车新势力还需要努力 而造车毛利较低的因素呢 则是因为原材料的上涨以及电池价格过高 李斌表示电池价格的提高 公司自身呢是无法控制的 以后锂价格下降 电池价格呢也会联动 从长远来看 随着越来越多涌入新能源赛道的企业 行业的竞争呢将会变得越来越激烈 当下小米已经入局 而苹果呢也在虎视眈眈 但是这并不代表这两家企业 一定能够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有所建树 因为新能源汽车领域 目前还没到格局完全稳固的一个状态 面对一个10万亿美元级别的市场 未来出现苹果这样的企业概率 还是比较小的 总而言随着疫情的结束 全球产业协同的效应应该慢慢的提升 造车新势力的自建工厂的步伐也会加快 届时呢随着产能的进一步提升 其规模呢也会加速 到时候资本市场呢应该会对其重新估值 从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形势来看 魏小李除了手握四五百亿的资金之外 情不成何已经凸显 未来的重新呢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提高产能 这样呢才能够在未来三四年内彻底的稳定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什么这个地方也要毁力量 来 Ou�吧